大雾来袭能见度不佳 上海浦东机场30号的污点率14% 上海红桥机场污点率9% 这是即2017年之后 大陆再次发布等级最严重的大雾红色预警 我现在就看看这雾霾天气 我上海最高的一幢楼 就是中心大厦我已经看不见了 我普西往浦东看 东方民族也是隐隐约约的 上海的渡轮暂停 部分高速公路和桥梁封闭 河北河南 安徽江苏 山东重庆等地 也有能见度低于50公尺的特强农物 大陆元旦廉价启动 各地的火车站人潮汹涌 预计客流最高峰将落在30号 而农物也影响了陆海空交通 特别是日均250万人次的长三角铁路 各地交通和航空站紧密地盯紧天气预报 而北京则是发布重度雾霾警报 北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4 污染级别5级 达到重度污染水平 空气中首要污染物为PM2.5 不止北京 韩国近几天空气品质也不佳 31号东北季风再增强 可能会挟带境外污染物影响台湾 西半部可能达到橘色提醒等级 提醒民众注意 TVBS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